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红标凉 四代船 您看了这部和我的父辈之后 有什么感想 就是很感动 我最喜欢第一部吧 可能是因为 它给我带来的震撼非常大 我感觉整一个片子 这四个段落的话 它的制作是非常强大 自己看完以后感触比较大的还是第一部 有震动我的心灵的感觉 我最喜欢沈腾的那一部 喜悦中掺杂着泪水的感觉 我们的老一辈真的是付出了很多 才有我们现在安定平稳的生活